暑假热带昆虫展就在板桥热带植物馆 从高岛平站走过去大概是五分钟的路程 热日下走了五分钟到达热带环境植物馆 因为是暑假中小学生免费 但陪同孩子来的大人还是要收费的 门票是260日元 热带植物馆顺路行走 先去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是一小型海洋馆 海洋馆虽然小 但海洋鱼类的品种可真不少 也不吃 还有小型热带鱼 推开这道门 就是去往热带植物馆的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鱼缸 养着很多日本本地鱼类 上台阶到达一楼 现在就正式进入热带植物馆 热带植物馆是全封闭的室内场馆 常年开放 植物馆共三层 营造出了多种景观 馆内养着一只热带的缅甸鹿柜 各种吃虫子的植物 在植物馆的顶端 有一个供人休息的小瓶子 瓶子内展示着一些热带爬行动物 则是一只来自东南亚的绿兽蛇 这种蛇无毒 还有一只趴在水中的蜥蜴 继续行走就到了热带雨点 这处展示很凉爽 这些都是善于抓捕昆虫的植物 逛了半天 还没有看到昆虫展的出现 进入这道门就到达昆虫展 这里展示的昆虫全部都是热带甲壳虫 除了昆虫火体外 还有大量昆虫的标本 还设有专门的活动空间 让孩子们触摸这些甲壳虫 孩子们亲近昆虫 是有时间限制的 如果您是一位图章收集爱好者 来这里您可以收集两枚图章 板桥热带环境植物馆 坐督营地铁三田县 到高岛坪下车 步行五分钟即到